就是有关放生的 太长 我以前的啊 就是许愿是每个星期放生 然后放生以后 但是和他们可能同学没交流以后呢 他们觉得我最爱是每个星期放生 但是呢我那个数量不多 他说现在因为上次 上次战港宝贵你不是开市了吗 一半一条雨 然后呢他们说 我可以 我不需要每个星期放生 我每个月放生 我只要量到就可以了 太长这样理解对不对啊 是这样的 放生多呢 实际上是一种心 就是说每个星期啊 让你有一种慈悲心发出来 对不对啊 对啊 那么这是一个 那这是心很重要 实际上呢 你每个星期 你把它当回事情的话呢 如果你有时间 有条件的话 我觉得你放生多少 那这个也是很重要 但是最主要是一个心 明白了吗 哦 那么台上我知道了 那么现在呢 去台上还有个问题 我说因为听了他们以后 我就 我就许愿 许愿了 你就一天那么许愿 过去吧许愿 每星期放 听了他们讲话吗 以后呢每个月放 对啊 对啊 我把星期都订好了 嗯 星期都订了 每个月放一百条 嗯 但是我看这个量不够嘛 嗯 所以现在现在现在 我能 怎么办呢 你说我 你现在动不动 不要许愿 你许愿的时候 你可以说 请大致大肥 观世音菩萨 慈悲我 某某某 让我各方面都好 明白了吗 不好意思台上 我这里有点吵 呃呃 就是大 呃 请大致大肥 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 某某某 能够 才智慧 身体健康 或者怎么样 你自己就求 明白了吗 求完了之后 你就说我会每个月去放声的 数量不要讲 哦 他们说 说我数量不讲 没有实事求是 一定要讲数量 所以我有点疑惑 什么叫实事求是 买的多么就多 有多么多放 少不少放 听得懂吗 好的 然后 然后 然后主要是一个心 菩萨看你经常在这么做 就知道你这个人善心 他会征服征得 明白了吗 好的台长 感恩台长 我知道了 我现在 我现在知道怎么做了 台长 你看我 这个顾客做的好不好 我念进来 没问题 你这个人就是脑子不好 你给我心经好好念念 有你 有你这么许愿的 今天这么许 明天这么许啊 许愿 愿意 许出来之后 不能随便变的 你听得懂吗 所以啊台长 所以今天 那么 我现在再重新许愿的话 台长 我可以吧 没关系啊 你又不是做坏事 你是好事 没关系 好的没关系 对吧 好的好的台长 那我现在心经念到27遍 你觉得我可以吧 可以 像你这种人 以后要念到49遍才可以 真的啊 你这没脑子的人 我是觉得我 没有智慧 台长 你太没智慧了 太没智慧了 台长还有啊 我这个电话 是为一个从修导 他在我旁边 他想跟你说一句话 谢谢台长 嗯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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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